《司马懿发动兵变时》 《司马懿的权力和地位一步一步的增长,直到正是十年公元249年,司马懿趁曹爽陪曹邦离洛阳至高平陵,起兵控制京都,并诛杀了曹爽等人。 自此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,史称高平陵世界,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兵变的时候,夏侯权征习将军,贾接,都督雍州,梁州军士,因为承担着防御诸葛亮的重镇,夏侯权当时可谓手握重兵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司马懿叛乱曹魏时,夏侯权手握重兵,却为何等死呢? 一首先,之所以说夏侯权手握重兵,却为何等死呢?是因为夏侯权在司马懿叛乱时束手就擒,甘愿被剥夺兵权,最终被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施所杀。 具体来说,夏侯权209年到254年,自太初三国志等舵太初,佩国桥县经安徽伯州人,众所周知,夏侯氏和曹氏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。 根据史料记载,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子,右将军夏侯辣之职,大将军曹爽表弟。 对于夏侯权来说,父亲夏侯尚是曹操,曹提时代的重要将领,等到曹芳这位皇帝在位时,夏侯权因为和曹爽之间的关系密切,夏侯权升任暂其尝试,中护军二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,夏侯权仁征西将军,甲杰,孤独雍州,梁州军士,在三国这一历史阶段, 魏国的雍州,梁州因为是诸德洋北伐经常涉及到的地方,所以曹魏在该地区调集了数十万大军。 在此基础上,征西大将军夏侯权,自然是手握重兵,成为曹爽势力中的重要力量。 公元249年,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,起兵控制京都,并诸杀了曹爽等人。 对于曹爽来说,在司马懿控制都城时,自己手中还有曹芳这个天子,完全可以像曹操当年一样携天子以令诸侯。 三但是,缺乏斗争经验的曹爽,或者说是不敢奋力一搏的曹爽,却选择对司马懿束手就勤,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。 不过,曹爽的幻想最终落空,不久之后,曹爽招到了司马懿的诸杀,值得注意的是,正是因为曹爽的束手就勤,导致夏侯玄等人也没有起兵反抗,类似于一场战争中的统帅率先投降,底下的将领也会不知所措。 另一方面,在笔舍看来,夏侯玄之所以没有起兵反抗司马懿,很可能是因为司马懿一开始没有立即要杀害他,在掌握曹伟大权后,夏侯玄被剥夺兵权,入朝任大红卢,不久改任太成。 四岁后,对于经验老道的司马懿,明白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,所以没有表面上没有降罪于夏侯玄这位将领,而是让他入朝任大红卢,不久改任太成。 在秦汉时期,大红卢,是三公九卿之一,至少明面上,这是给予夏侯玄一个职位较高的官职,以此放松夏侯玄的警惕。 当然,到了京城之后,夏侯玄还是受到了司马仕的严加防范,加平六年二百五十四年,在司马懿去世之后,中书令李峰与外妻张继密谋诛杀大将军司马仕,以夏侯玄代替他,但密谋泄露,夏侯玄被司马仕杀害,一灭三族。 总的来说,对于夏侯玄来说,交出兵权,甘愿入朝,可谓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权,即便最后没有谋反,可能也不会被司马仕等人相容,与此相对应的是,在司马懿叛乱世,夏侯玄的叔叔夏侯霸,则主动投奔所汉,没有接受等死的结局。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